我23岁嘛 主播96年的呀 我过来了 恋爱高手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请 问一下请教我 女人这块吃的死死的 你们的生命我来终结 BJJB 来也 这就是BJJB吧 啊算了吧点了算 好 达美龙住手 我的 呵呵 大师吧十年王子嘛 其实我觉得 其实那个时候也排到过他吧 他们并没有十年王子吧 有这么夸张吗 不是谁发明了这个词语啊 是他自己说的吗 那就有点东西了 根本没有十年王子 英雄联盟出了一个S9 谁他妈有十年王子了 说这种话的人真的太 真的不是 真的是有点 不可能的 我排到过他好像 有一段时间吧 英雄联盟都没出这么久吧 都现在才RS9 你们说是不是 S1个里面是那个 反转整的 哈哈哈哈 我操 你们有些人黑 说实话真的黑的真的有点过了 其实大师嘛 你们知道吗 有一些地方他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只不过现在的话 他怎么说呢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 他别人一开始刚直播的时候 确实有实力的 确实有实力的 告诉你们真的有实力的 就我之前接触 就之前他们的管理人吧 他的管理就是 主播是有人上面有操管 有些管理的人知道的 他怎么火的我都知道 那个跟我讲的话 管理神工的说 他就说他很认真做直播 真的很认真做直播 什么都都跟别人说 跟那个跟那个及时沟通 然后自己认真做的 其实也挺羡慕别人的 别人之前刚开始说实话 直播火的时候确实好看啊 怎么又开始装好人呢 不是吧 别人好的东西就学习 坏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你就忽略啊 你妈那个B真的傻B啊 真的 别人一直就这个B啊 然后这么多人看嘛 来个人把 取长足短啊 知道不 你觉得他觉得现在不行那个了 你就不看酸的呗 但是你不要真的 不要 就别人 给别人 就 就是给别人 的感觉就是 啊 他 很坏的那种 忘了二台怕带死 大家都在开这个梗呢 肯定就跟 跟随着潮流 但主播心里懂啊 明白啊 就从他身上的点 我也学习了一点点 所以我也就成就了一个中型主播 别带主播 别卡了 八位数 跟你们开玩笑 八位数什么概念啊 八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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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八位数 我操 我有八位数 人都会笑我疯了 两把是别说了 我们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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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